痛风是一种单纳尿酸炎沉积导致的经体相关性关节病,与漂流代谢紊乱和或尿酸排泄减少所致的高尿酸血症之间相关,属代谢性风湿病范畴,可病发生增病,关节破坏,万发高质血症,高血压病,糖尿病,动脉运化机关心病等,痛风的病根是漂流代谢紊乱,导致血中的尿酸过多。 人的尿酸来源有三个途径,一,有体内自新合成,漂流内物质因色黄漂流而转化,二,有体内的核酸分解而成,三,渗入寒高漂流的食物如动物内脏,脑,鸽,蚝,蚝,沙丁鱼,鱼卵等。 在选择不同类型的云菲时,银圈和其应用人群的特点与副作用,对云菲有经济的患者,建议单独使用低剂量秋水线剑,1.5-1.8毫克魅力,低剂量秋水线剑,在48小时内又要效果更好。 短期单用糖皮质激素,30毫克美丽,连续三天,和其道云菲同样有效的阵痛作用,且安全性良好,消化到不良反应少于秋水线剑,对于无法耐受菲则秋水线剑的急性发作器患者,可使用短成糖皮质激素控制症状。 痛风发作间歇期在急性期之后,需使用排除尿酸药物,或预制尿酸生成的药物,使血尿酸维持在正常范围,预防急性期的发作,及防止痛风时的生成。 研究表明,尿酸水平远利,不低于200Vm2每升,痛风发作的频率越低,对预制尿酸生成的药物,建议使用碟瓢唇或碑布斯塔, 后者在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,较前者更具优势,对于轻重度肾功能不全的患者。 碑布斯塔无需调整剂量,而预票纯应降低提示剂量,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,建议使用碟瓢马罗。 其有效性和安全性,均由于禀黄疏,处尿酸排泄的药物是容易存在尿酸性肾结石和重度肾功能不全的。 1. 限酒,2. 减少高飘饮食物的摄入,3. 防止剧烈运动或突然受凉,4. 减少富含果汤饮料的摄入,5. 大量饮水每日2000毫升以上,6. 控制体重,7. 增加新鲜蔬菜的摄入,8. 规律饮食和作息,有规律运动。 10. 自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